中刀出手果然就只有没有 换上围裙化身厨房小帮手 行政院长苏贞昌 身先超市董事长林敏雄现场大秀刀工 主出手巴授教学 肉质鲜美Q弹的石斑鱼料理美味上桌 日前中国片面禁止台湾石斑鱼输入 外销受阻 超市业者针对小家庭开发新产品 更引进贴体包装来保鲜 对国产鱼或者是这个养殖方面的鱼 2016年推广到现在 今年我们推广了 其他这样子的一个料理提案 再搭上这一波的这样子的 疫情的相关的一个影响 所以说有一些消费形态 其实我们也感觉它有改变 龙虎石斑轻松上菜 透过餐桌让消费者轻松 享受到顶级食材的美味 全台近1100家的门市 预计采购500公顿的国产石斑 本土企业它一不容值 也不能推卸责任 是在胡岛农民说 怎么要跟我们去做 我们给他保障 整个月是不必处理 现在用做切品 切包修包装 给做好效 也给做好处理 业者力挺本土农于 续产行之有年 透过政府资源 民间力量 让国人在超市通路 更方便选购 三天新闻 于晨虎 同亚云 新北采访报道